裡面的師長還有陳副校長 還有現場的各位好朋友們 大家好 大家晚安 今天時間剛剛好 在2點多的時候知道大概超過1萬1千多 我剛剛好也study了一下 我們今天演講者這個金川組長的一個資歷 他是台大醫學系畢業的 又是台大工衛的碩士 哈佛大學流行病學的碩士 曾經擔任過台北市的衛生局局長 還有我們的衛生署署長 跟台北市的副市長 還有總統府的秘書長 我想一個小故事 有一次我到一個好心肝診所 這個是一個許金川醫師 是台灣的肝臟的權威 我就在他那個診所裡面看那個電視 那一天電視裡面 他好像是一個一週年紀念的樣子 他就在講說不太清楚說 為什麼馬總統在台北市長任內 還有總統任內都對他特別好 他說他會不會是把他當成葉金川 所以因為許金川變葉金川 所以這個告訴我們說 其實葉金川署長其實在社會上 對我們的貢獻是非常大的 也是馬總統長久以來 特別倚重的一位朋友 還有一位他的一些幕僚等等 我想對台灣的醫學界或公衛界的貢獻 是非常多的 今天的題目是健康與長壽 長壽很重要 如何健康的長壽更為重要 尤其是當今天突破1萬例 或許葉署長也會給我們帶來 他對於這次Omicron的現象的一個解說 那我們是不是一起來歡迎葉金川署長 來為我們揭開這樣精采的演講 謝謝林院長的介紹 好 那我們盛老 那個實驗長 有幾位清華的老師 還有各位同學 有些是我們的 應該是來賓 那我這個題目其實是 我忘了 我也很不清楚 大概幾個月前就訂了 結果上禮拜我就跟那個秘書講說 你們真的敢辦嗎 我來講的那一天會破1萬 我的烏鴉嘴 他說沒問題 我們都準備好了 都有梅花作 有嚴格的要求 我說不行喔 你那個75歲以上有在洗身的 有什麼重大傷病的 最好不要來 因為太危險了 那所以我今天下午我趕快改一些 大概前面有大概七八張那個 Omicron的現況 讓大家放心一下 先講一下這個 免得大家都提琴調等 都不曉得這個會怎麼 那這個題目其實是 我要講一下我在孫玉璇的時代的時候 我是醫政處長 他是院長 他叫我做什麼 我是署長叫徐子秋 老署長你們大家都不認識 他說去把那個偏鄉都沒有醫師 那後來就有公費醫師 就去那你們學校要辦這個公費醫師 那然後就說 那醫院都在收紅包拿回扣 去把它抓起來 去把它清掉 我弄了很久喔 那個醫療網什麼醫療法什麼醫師法 那我非常佩服孫玉璇長 那他的另外一個好朋友李國鼎 就是在幫忙我們 他有個科技顧問組 科技顧問組 他就派科技顧問組的人 一直在幫我們做這些事情 那沒有孫院長跟李 那時候叫李政偉還是李之政 就沒有後來的全民健保 所以要講一下 真的要感謝我們孫全院長 我很佩服的一個長官 那我剛剛院長有介紹 我1950出生的 現在跟孫全同屆的 那健保我只做了三年 那為什麼健保做完我就去慈祭 因為很累 只是快把我命 比陳時中搞兩年半的COVID-19還累 那後來我到慈濟 那同時也做緩菸的董事 那碰到SARS的時候 其實我是在慈濟 我已經離開公子 那後來院長有介紹說 我當過副市長 當過副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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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北一當蔣座教授 學醫基金會 那我現在是 捐學運動學會的理事長 其實是 每個禮拜只要去半天的工作 那要講這個題目之前 我們還是看一下 這個是還是兩天前的 今天已經一萬一千三百多 但是我要跟各位講的是這個數字 是有點低估 但是事實上真的是低 99.68是沒有症狀 那沒有症狀的裡面 還有大概一半是不知道的 不是 這些以外就三萬六千 今天已經五萬多了 其實還有大概一半是 你不剪就不知道的 所以不要去亂剪 你亂剪 剪了就要被關三加四 沒問題你就不能去篩檢 你也沒病也沒接觸 那你幹嘛去剪 那我要講的是 其實是後面這些數字 重重重 大家比較關心 那 因為我其實有跟我們這個 最佳女婿還是國民女婿講說 你要弄幾個讓民眾能夠了解的數字 你不能把那個數字擺在那邊 他大概不敢弄 因為會很難看 就是這樣子 你如果看把現在 4月25有這麼多確診 其中只有100多例 0.4%是中重症 把那個中重症除以人口 除以現有人口 他就變成這樣 這很不幸喔 0到9歲只有一個中重症 但是死掉了2歲的小朋友 只有一個 他就是0.0005% 就一個而已喔 然後就0.49 這個20到29 奇怪就比較多 因為數字很少 所以不穩定 那你看喔 從哪裡就開始 從50歲就變成1分之3 60歲就變成1分之7 70歲就變成1分之1 80歲就變成1分之4 90歲是7分 那換句話說 他這個專門攻擊這種 有其他狀況的老年人 年輕那個小孩 那個真的是意外 就是真的很不幸 就是10萬分之1 就是剛好發生了 讓大家嚇得要死 但是沒疫苗啊 那怎麼辦 我都說 你喔 得了 就是positive 就是注意他的症狀 早期送醫還有藥 我們有藥 不是沒有藥 藥有打的 這個瑞德西韋 還有口服的 至少還能夠幫上一些忙 那其他的呼吸器 氧氣什麼什麼 這些還可以幫忙 但是只有一個 就讓我們社會 大家都嚇跑了 但是最重要的不是這個 這個是 因為我們沒有資料啦 那何美鄉 應該是中原念吧 還是國衛人忘掉了 他就說 他收集了100多個 沒有 也沒有到100多個 中中正 他比較早做的 就這麼多個 把他除以那個年齡的 那個年齡有 有 不完全接種的有506萬 那就3.95 有14個是打了兩劑 那個 是2.22 完全打3劑的 12個也會發生喔 你打3劑照樣會發生中中症 但是他的比例只有0.98 所以差大概4倍 但是這個是低估的 因為喔 就是 數字很少 那那個 那個 打 他沒有年齡別的調整啦 也就是說就混在一起 混在一起 這個rate比較低 但是日本跟香港 我就用香港 日本 香港 韓國 都有數字 就是說 打了疫苗跟沒打疫苗的 其實我們也可以做 奇怪了 這個羅一軍 我還說他可以得醫療奉獎的 趕快弄一張這個圖出來 跟說服民眾說要打疫苗 那這是香港的至少 日本也是一樣 類似 它是19倍 那我們這樣看喔 40歲以上 有打疫苗跟沒打疫苗差13倍 就有打 有打就只剩下0.1 萬分之一啦 當然也是會不幸 跟那兩歲小朋友很像喔 但是沒打 打一劑以下跟沒打 是0.13 所以是13倍 50歲就一樣 0.4對0.51是13倍 60歲 0.11 1.25是1倍 70歲是8倍 80歲是4倍 為什麼 那90歲 那可能更低啦 他們沒有統計到90歲 為什麼 因為他真的很弱 那個80歲就自己有在息腎 又有糖尿病 又有心臟的問題 所以保護力比較低 但是4倍還是保護力很高啊 你4個 可以救回3個啊 這個是香港的資料 所以剛剛那一張跟這一張 就是表示說 表示說疫苗真的很重要 唯一的解方是疫苗 特別是年紀大的 你年輕人你想冒這個險說 你們伯我就不要煮什麼 那是你的自由 我們也沒有辦法強迫你 那小孩子 他爸爸媽媽不敢讓他打 不敢讓他打 那也沒辦法 但是 50歲以上 我拜託你去打疫苗 你的問題不是會重病 會連醫院都沒得去啦 你要生病就現在趕快生病 現在醫院還空的 再過半個月就是一天兩萬 再過一個月就是一天可能五六萬 那時候沒有醫院會收 已經沒有醫院會收你 那時候可能中正都要住在家裡 只有中正能夠到醫院 所以你要生病 你趕快生病 現在趕快生 還有醫院可以救你 不然就去打疫苗 大家都打疫苗 那個量 醫院的量可以減八成 減九成 就有病房可以去救那些 真正需要的人 否則他現在都是在救 不想打疫苗 不想打疫苗 你幹嘛還來救他 對啊 我都想說 能不能這樣子 打疫苗的優先救 不打疫苗的 就等我們有空我再來救 不然你連打都不想打 幹嘛要救呢 不過講這個一定會被罵 我可以講 陳時中不敢講 陳時中請你打三劑疫苗 第三劑一定要是BNT 或什麼 因為那個AZ 如果再打最後這個就是 MRN的疫苗 他那個倍數才會大 打三劑AZ是沒有用的 沒有辦法提升那個抗體 那至於細胞免疫到底有沒有提高 這我不知道就要感染了你才知道 所以一定要打 那現在是規劃說65歲原住民 長照住民不是原住民 免疫力低下者 我就是免疫力低下者 就是可以打第四劑 但是還沒有下來 因為還沒有買到那麼多疫苗 第三劑優先打 那小孩的BNT好像快買到了 聽說啦 就是打第三劑的BNT 那11歲到6到11 這個是Moderna半劑 現在半劑要打兩次 那隔12週 現在好像5月2號要開始打 那BNT可能會買得到 那時候可以打到5歲 他的實驗不一樣 所以規定不一樣 那BNT聽說也在 小孩的BNT也在進口 希望說5月中以前可以 他們說已經在檢驗 就是先寄Sample來做檢驗 那麼一到就可以打這樣 那這個是唯一唯一的解方 那特別是50歲以上的人 那疫苗接種率一直到 剛剛我的資料是26號現在28了 一劑84兩劑才快80了 那基礎這個是補充的 給那些弱勢的 就免疫不好的人打的 那追加劑其實是已經符合資格的有82 換句話說 它是一直掉一直掉 掉到某一個程度以後就再打上去 那有些人現在兩劑還沒有到那個時間 那個抗體還好 所以還不需要打 但是慢慢慢慢就要打 符合資格的意思就是這樣 已經掉到已經過 應該是幾個月我忘掉了 四個月的樣子 過幾個月它掉到一定程度 你就要打第三劑最佳劑 那弱勢的就是那些體抗力比較低的 可能就要打第四劑 那什麼時候都要疫苗充足 大概就會要求打第四劑 因為它會一直掉 那個美國的副總統 他打了三劑 他照樣四劑 他照樣這樣感染 因為他比較早打 一直掉 每打一次就上來就掉 那最好的加強劑是什麼 就是打了三劑以後去感染 那就也沒病 但是就很強 那個細胞免疫也強 這個是叫抗體免疫 抗體免疫可以測 細胞免疫沒辦法測 兩個都強 就三劑以後得到 看下一張這樣子 接觸者 加強感染那個等一下講 你如果接觸了怎麼辦 你沒接觸沒症狀 就是不要亂塞 一方面那個快塞劑也不一定夠 早上今天早上開賣 好像是八點結婚就當機了 就買不到了 那沒事就不能塞 你塞了就自找麻煩 然後就要被關十天 然後輕症要關在家裡 然後中中症 中中症再來就醫就好 有症狀沒有接觸 就自己那時候再塞 有風險了 那有接觸又有症狀 那這時候其實是需要快塞 但是要問 還要再問看看有沒有其他症狀 如果有恐怕還是要做PCR 就不是快塞可以解決的 可能要用PCR確認 然後真的要 要不然就被關在家裡 要不然就送到醫院中中症 那企業其實這個是可以 是可行的 因為我台大電啊 我台積電啊 我總不能停掉嘛 那我就塞 那個沒有關係 塞把感染的不要傳到整個院區 整個工廠 工廠就做不下去了 這個快塞 那如果有群聚 企業群聚 那就只好全面做PCR 或是抗原快塞 跟這個快塞是不一樣 一個是抗體快塞 一個是抗原快塞 抗原快塞就是測病毒 其實跟PCR是類似 就是比較 不是PCR那麼準確而已 這個是整個 就是說還是 還是要塞啦 但是沒事情 不要浪費這個資源 就是不要亂接觸 做善一點 就是不要到處亂逛就好了 但是確診了怎麼辦 也沒那麼可怕 因為大部分是無症狀感染 或是輕症 但應該恭喜你 因為你不需要一直打第四劑 第五劑 第六劑 你已經打了一個很強的加強針 你已經做了一個最好的加強針 那你未來也比較不怕 比較啦不能說不怕 比較不怕再變種 你如果再變種 你其實還要再打 再打再打 那你已經自然感染 比較不怕那個 VA1加VA2的變種 以後還有什麼 我不曉得還有什麼 怎麼會變種出來 輕症 現在是規定 就是一人一事嘛 那就必須要背這個 放輕鬆 不要太緊張 緊張 沒病也搞出病了 多喝水 多休息啦 常背藥這個一定要嘛 發燒的 止咳的 拉肚子的 什麼這些嘛 體溫器這個 血氧肌 是一個很重要的indicator 就是 我也帶來這麼多 就那個一個大概兩三千塊 我們國內的廠商 應該多做一點 趕快做這個血氧肌嘛 小孩也是 大人也是 老人也是 它是最敏感的indicator 就是肺部有問題 那你沒有X光嘛 你至少這樣測一測 到底有沒有影響到 你的肺 呼吸的功能 那病情有變化 其實不要馬上衝去急診 衝去急診 本來說不定只是流感 說不定只是腸病毒 我不曉得 只是其他病都到那邊去被感染 有一個是健康益有APP 那你網站上 網站上有一個四 大概十種症狀需要注意的症狀 你自己要注意一下 就是 就什麼時候要送醫 那送醫當然最方便是119 因為你要叫防疫計程車 可能四個鐘頭以後 三個鐘頭以後才來 你已經變 病情已經變化了 叫119跟他們請教說 有沒有什麼其他方法 如果他也派不出來 你只好自己想辦法跑到急診去 如果是在這些症狀 他自己大部分都是呼吸困難 心跳很快 然後什麼什麼症狀 有十個 我也背不了那麼多 我也要看 那一款是嚴重的 那一款是沒關係 好像發燒24小時 發燒48小時不對 什麼什麼這些 好了沒有了 我們要回歸正題 剛剛那個是 叫什麼bonus 就是 大家都會很緊張 其實不要緊張 打好疫苗 那就 我這樣比方 他很像海嘯來 每個人都會中 你今天不中 只是時候會 不是不報時候會到 你再怎麼躲再怎麼躲 有一天他一定來的 所以就是要打疫苗 沒有別的辦法 你想說我不要打 那我躲躲躲躲 躲不掉的 那個海嘯 但是海嘯來 老年人那個救生圈 或是救生衣 也有時候也保護不了他 但是救生衣不能不穿 你還是要穿 多多少 保護力比較低 但至少有四倍啊 年輕人保護力有十幾倍 你就還是要保護嘛 然後我們趕快講我們的政體 剛剛的是負政 好 那我們講長壽 所以先講世界衛生組織 因為他Data比較 我看最新的我找得到的2019 日本 日本不進反退 本來有84 我們今天83.7 十名 都是歐洲 亞洲的只有日本跟新加坡 香港也很前 前面喔 香港現在沒有資料就不知道 但香港不是國家 這本來有另外一排 11到20 我沒曉得怎麼弄 怎麼掉掉了 怎麼來不及再補上去 那20 那再來就21 21 22 23 24 我們台灣其實不是 其實是自己補上去的 因為1992 我們是WHO嘛 台灣沒有資料 自己有辦法填進去 我們 我們 至少還贏德國 西拉丹麥 那美國大概在這裡 那是78 那個 那個 台灣還在前20 名 前20 24名 那 2020 我們忽然變成81.3 等下看喔 這個 那個 那個是COVID-19的功勞喔 那這個是 領先集團 假設是25個好了 20 都是歐美國家 亞洲只有新加坡跟日本韓國 三個國家 那地區的話香港 那 四個國家 台灣 抱歉 那這個是比較中間的集團 China Vietnam 馬來西亞 泰國 這個都在七八十名 但是中國算不錯了 它進步很快 到76.1 全世界 70億人口 是72.8 然後這兩個難兄難弟 都是在世界的底下 居然還在打仗喔 越窮的國家 越想打仗喔 大陸如果到收入3萬美金 然後平均壽命81歲 我想他們也不想打 打了會死人的 印尼 菲律賓 我是把幾個大家比較熟的國家 這個已經是算落後集團了 已經到100左右了 那當然也有40的 那個什麼 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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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幾歲 那就不要談了 台灣其實還不錯 應該在領先集團 但是喔 我很不服氣的是說 本來我們是贏韓國喔 就被韓國追過去喔 韓國 那我們到底什麽地方做不好 可以改善的喔 我們的GDP啊 現在居然還可以趕上韓國 但是在醫療方面喔 那奇怪了這個 我們當然很不服氣啊 那到底是什麽東西喔 這是2020 剛剛是2019 我們是81.0 現在是2020就增加了0.3歲 已經爬到20名以內了 如果2020的話 那因為肺炎 減了將近10% 下呼吸到疾病也減了10% 因為大家2020都戴口罩 然後那一年沒有人死掉 沒有人死 因為COVID死掉 我們死掉的都2021啊 這個增加了 增加了 然後其他大部分都在增加喔 癌症沒有增加 心臟在增加喔 高血壓 腦血管這個也是 糖尿病 事故傷害 這個高血壓 這個就增加喔 這個剛剛講的 這個許君川喔 慢性肝病及肝硬化 一直在減少喔 他是我 異父異母的兄弟啦 就是他每次都假借我的名字 別人都以為他是葉君川 他是我兄弟啊 這個確實是他做了很多肝癌防治 肝病防治的工作 好 我們看喔 那癌症是 還是要講 癌症是佔了30幾% 16萬人裡面有5萬多人 但是癌症是 很多個病不是一個病啊 就是把它加總 加總 那所以 所以 就把它分 這個是 發生力 發生力 是我 做公務員第一個工作 我就做癌症登記 我的同學每一個都在笑我 你說你這個癌症 你要做什麼 但是台灣的癌症登記 現在是全世界最好的癌症登記 資料之一 那 他的資料比較慢 就是說要整理好幾年 台大在整理 男性最多還是大腸癌 然後再來是肝癌 肝癌 然後再來是肺癌 女性最多是乳癌 大腸癌 肺癌 但是死亡最多兩個都 男性女性都是肺癌 因為大腸癌 治癌 那個 那個五年存活力 平均大概有80% 看哪一期 如果是 四期就比較難 但是三期以前 其實大部分都還可以治 那 肝癌這個真的是要感謝 許君川 還有我們這個 陳兆龍 他的屠子屠孫 做這個治療 那大腸癌也是容易治療的 所以現在都是肺癌 肺癌 死亡是肺癌第一 那我們在這個其他的 沒有太多 不要記那麼多 記那麼多會 會精神病 但是我們仔細給他看 這是台灣有史以來 開始有做人口統計 日據時代 1905 我們平均只有30歲 我們的平均壽命只有30歲 然後日據時代一直到1945 就已經從30 爬升到50歲左右了 那日本也沒有做什麼 即便房子 他做基礎建設 水 電 這個交通 那個 那個 屍體的處理 當然有做一些疾病處理 但他主要是基礎建設 就已經拉到 比這個現在的 現在的史華蒂泥 什麼 伊修比 什麼什麼 這些還好了 然後呢 之後到1976 1976是長庚醫院 第一個長庚醫院出現 是醫療從19 理論上1980以後就醫院 這裡所有醫院 馬接國泰 台大 什麼什麼 都是之後才成立的 這邊 這邊之前只有一個 省立花蓮醫院 後來變成鼠立花蓮醫院 變成部立花蓮醫院 現在被接收了 被台大接收 那時候沒有醫療 我們省立醫院以前 叫做大白衣 就是新竹最大的醫院 就是省立醫院 醫療在這個階段 你看醫療到這裡 好像進步也沒有多少 健保是1995 一直到2005 其實健保也有限 不是我自己開辦健保 不能說健保沒用 其實是這一段時間 公共衛生做很多 就是家庭計畫 疾病防治 護幼衛生 國民營養 這些 醫療跟健保 其實都到後面去了 其實我們還沒有醫療 還沒有健保的時候 那時候已經蠻高的 蠻不錯的 不能說健保沒有用 健保當然有用 我跳太快了 健保1995 之前他每年大概平均多0.2歲 那個自然就增加 就是經濟改變 教育程度改變這些 但是健保那一年 那五年 從1996到2001 增加了1.7歲 所以健保是有用的 不是沒有用的 但是他的效應 前十年還是有1.2 之後又恢復到之前的那個1.00.8 然後2020 忽然就又變回來 1.3 那就是我們的新冠病毒 真的很不錯 戴口罩群洗手 就把肺炎跟那個 跟那個慢性下呼吸道的疾病 把它減少3000多個 就變成81.3 讓我們能夠進到世界20牆裡面 那我要講的其實 這個是要自己給自己 全民健保給他鼓勵一下 這個是國衛院有一個溫起幫 我非常佩服他 他也是哈佛PhD 我只是去念流行病學碩士 我念博士班了 但是被因為是公會 就被叫回來 不然要賠100萬 我那時候薪水是1萬塊 我要賠100個月 我趕快回來 現賺100萬 這個是健康的人 這是不健康的人 過了10年以後 他這個實在有夠厲害 他是流行病學的 發現說不健康的人 在全民健保的10年後 他增加 他壽命比較多 那你健康的增加比較實 但是當然 你考試都考99分 你要進步到哪裡去 我60分 我要考70分 就很簡單 一樣 這個是 所以全民健保是對 有病的人 是有利的 10年 那前10年 那個才會到1.7 另外 對沒有錢的人有利 這個就不必講 那個不必數字就想得出來 你拿一張健保卡 進去國泰醫院好了 那他也不會分說 我是高教授還是遊民 有卡就好 有卡我就幫你看 那個就是公平性是百分之百的 那 這個答案已經在這裡 你一定不會想到是說 台灣 平均壽命最長的 新竹市是82 不錯 今年20 資料只到2021 2021還不錯 就更接近的台北市 已經快 那種手上最有錢的禮 好像是你們新竹的禮 那就是有錢他就會進步 但是喔 有兩個沒有錢的禮島 一個連江一個金門 是比新竹好的喔 奇怪喔 那時候是80.4歲 他就已經87 84 金門跟台北差不多 連江是 這個是藍眼淚嗎 你們應該沒有去看過的 拜託你就跑一趟喔 就看一看 這個是東菊島 東菊的燈塔 二級古蹟 東洋步道 因為我常常去喔 我當 早期都是去幫忙醫療 他是醫療最落後的地方 沒有開業醫師都是公會醫生 所以你們都說公會醫生 公會醫生在天鄉有用啦 他叫地方養成醫師 沒有醫療的馬祖是台灣的長壽之島 這很奇怪 他就只有一個縣立醫院 大概好像二十幾床 然後五個衛生所 除了這個有開業的亞醫師 沒有開業醫 但是他就是長壽之島 他們就出了一本書叫《忘靈之島》 叫我幫他學序 因為我幫馬祖真的幫人多忙 健康要靠自己 主要是生活型態 預防保健 疾病篩檢 才是主要的原因 醫療健保可以讓你死不了 但是不會讓你更健康 它只能讓你回到你原來沒病的時候那樣子 但是不可能讓你更健康 要更健康就要靠前面這三個 那台灣健保體系 大家都公認 連外國都這樣講 是全球最佳模式之一 我們不敢講最佳之一 那醫療技術也有評估過 什麼什麼什麼第三個等一下有資料 但是我們的健康品質是 第一次評鑑的時候是45 最後進到34 換句話說健康品質不好 不好不是醫療不好 是醫療之前的這個 這個access 或是他生病的 這個往前看就是 醫療技術台灣第一的很多 我們可以看 蘆菸手術 那個長根的蘆菲夫 他交出來的一堆土子土生 起腎台灣之後非常多 那個起腎的survival也是世界第一 葉克摩 這個是我們科大醫師 關節置換血管支架 跟上醫師就是陳兆龍 整個癌症治療 其實台灣現在一直在進步 我那天看核信的資料 總平均可以到70幾% 那治療就已經發病 那其實很多是因為 因為期就是比較早期 本來是五期 四期不是五期 那現在二三期 發現的就越來越多 那我們的達恩西 但是說話 你這個醫療好 並不是終究解決的問題 這個台灣在這裡很悲哀 就是寫台灣Province of China 我們在世界會是主持 就變成修理 但是他有把它比進去 我們是34年 那最主要是 我是往前還是往後 最主要是 我們進步的地方 其實是在治療 健保也主要 大部分都弄在治療 健保放在預防的 最早只有一個子宮頸癌抹片 那後來有三個 但是這三個後來又移到 國健署去了 那大部分的醫療都是 你已經病了 血管酸塞了 我現在讓你溶解掉 你已經心臟酸塞了 我幫你用支架 你癌症了 我讓你化療標靶什麼 都在這裡處理說 不要死亡 不要變植物人 不要變失智失能這樣子 都在這個階段 但是落後的原因在說 你沒有辦法往前移 沒有辦法盡早來處理 沒有辦法盡早來處理 然後 access這些問題 就是一般民眾要拖到最後 到醫院來做治療 其實是花就是四倍公半 真正的解決應該還是在預防 那我們就來看 這個是從死亡 很快來看抽菸是18% 死亡馬上把它推回去 飲食 沒有運動 我們喜君川的VC甘脂6% 檳榔2% 酒飲 藥飲 其實很多最後還是車禍死亡 車禍死亡 喝酒的最後都是騎摩托撞死 那這些算不出來 台大很厲害 就是台大公衛學院做的 他就把它細分 然後再加肿 這個是需要一點工夫 結果第一名是血糖 你想想看血糖 高血糖 你不治療等於你全身 所有的眼睛 腎臟 腳 都泡在糖裡面 那你知道泡在糖裡面 最後就會糖化很像什麼 那個蜜劍 你把它放在糖裡面 就變得黑黑的一顆吧 就糖尿病是第一個 高血糖的 不是糖尿病 抽菸 這個是大家可以理解 高血糖的 他弄出來一個PM2.5 還佔第四名 飲食肥胖 這剛剛都有了 這個運動 飲酒 米溪肝 高血脂 檳榔 這剛剛都一樣 就他找出一個很重要 第四名的 risk factor 我特別講一下PM2.5 殺傷力都有多大 看這些是南部的 這邊是北部的 好你教授 我住在這裡 這是花蓮 你們新竹也不錯 這個北部大概都比較低 但是這個是2019了 現在不曉得有沒有這樣子 我們台中有一支大煙囪 吹不到這 有三支大煙囪 四支大煙囪 都吹不到這裡來 好 那這個怎麼樣 倒霉的是金門跟馬祖 他們有沒有工廠 那個都是湖州跟廈門來的 PM2.5 那個無望之災 結果你看喔 這是北部 這是南部 清清楚楚 我不要一個限制一個人 就把它加在一起 那個特別是抽菸人口 我在董事基金會 從這個三十幾% 打到現在只有十八十九 那肺的吸菸來的肺癌 已經一直在減少 那個是 Squemocel 這叫什麼 上皮細胞癌 現在都是肺腺癌 那這個PM2.5的殺傷 不是只有肺癌 不是只有肺腺癌 腦血管疾病 心肌梗塞 跟耳慧病 這個都有關係 它加起來就有八千多 是有道理的 我很想佩服台大可以做這個 那 那所以 剛剛太複雜了 這一章你一定要記住 這個總結 你的影響 健康的影響因素 其實有20%是基因 那你要選一個好爸爸好媽媽 不過你抱歉你沒得選 那環境大概20% 就剛剛的PM2.5 然後農藥什麼添加劑 環塑化劑什麼 什麼重金屬這些 大概20% 醫療跟健保加起來可能20% 這個還高估啦 其實有些國家也有上算 大概10% 越發達的國家就越低啦 我們 高醫師在這邊 我不好意思再寫更低 就20% 醫療有用啦 但是 這些加起來是40% 就從剛剛那個 那這樣也可能也太複雜了 你也記不住啦 我一般演講就是說 講四個你記得三個 講十個你也是記得三個 人就是這樣子 只會記三個 我們就弄短一點 這個就是說 就是說長壽不是健康 不一定是健康 在後面了 所以先把健康 世界衛生組織說 健康是身體心理和社會的安寧狀況 我念書的時候 一直到現在 那個公共衛生都是這樣教 但是做久了就知道說做不到 你沒有辦法運作啦 那個是理想 我們現在是81.3% 但實際上沒有殘疾失能的生命有9年 實際上完全健康的疫情寿命是72年 但是這個並不是說 失能或是躺在床上9年 有些人把他誤解 就是說他是disability 那disability不一定到失能 譬如說很會唱歌的消防期 他是不是失能 可能他做不定不會穿褲子 但是他有function 他那個身體功能可能有 所以再過來就是說 就是說有殘疾還不一定是失能 有失能不一定是臥床 那最少不要到要依賴人 要躺在床上嘛 這個是重要的嘛 你不能說我活81年 然後有9年是要依賴別人來服侍你 然後有9年是躺在床上 算了吧 那就72年快快樂樂的活72年比較重要嘛 另外一個誤解特別要講就是 有的人說北歐他們只在床上躺兩個禮拜 沒有啦 那個是目標 就是在芬蘭 他這個名字我也不會念 Yuvars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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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個小都市 他們體育學院 就去申請了一個預算 推動老人健康 那他請了一些教授 這個體育的運動的 物理治療的 還有體育系的學生幫老人健康 他們目標是說 到臨終前兩個禮拜 我目標是這樣 但是做不到啦 但是可以縮短那個 那個依賴跟 躺臥床的時間 這是很明顯 很清楚可以 我們這個健康運動聯盟 其實就是在做這個 所以剛剛就是說 壽命這個健康觀念要改變 第一個就是說 壽命延長要比日本 那不見得好 你要健康就好 管他壽命多少 你活多少 你健康多久 第二個就是避免健康危害 剛剛已經講了 減少健康差距 避免英年早逝 延遲衰老 這個是我馬上要講的 這五項 所以那個Risk Factor 我們就把它簡化到這裡 那就更容易記 我講五項 你至少要記三項 這個是一般的 就是抽菸、檳榔、酒 這個一項 VC肝 你都想到起菌酸 這個都可以治療 VC肝現在都可以治好 那吸肝是我們這個血液 有在做篩檢 那也大幅度的減少 血液基建會 那三高肥胖運動 這個其實算一項 因為它是相似的 那這樣就記得了 就很簡單嘛 這三項加起來 就已經70%的Premature Death 那我定義的Premature Death 是80歲啦 那80歲你可以預期 預期活到90歲、95歲、100歲都可以 昨天有一個日本的119歲 什麼什麼 剛剛過世嘛 不可能 不可能講百里啦 沒什麼事情 那這個也不要記 我是要給你看說 癌症 既然一模一樣 跟健康一模一樣 煙、檳榔、酒 食物、蔬菜、水果 高原食物不要 含糖飲料不要 我看台灣飲料店 什麼奶茶、泡沫、紅茶 說2萬家 比7-11家 所有的便利商店還多一倍 我這個 那不然就喝無糖的 高糖的飲料 那個紅肉 這個是胖、肥胖、BMI運動 其實一樣喔 等一下還有一個失智 居然12項也幾乎都一樣 所以就是我講的那三項 你要記得就好 就可以解決疾病、失智跟癌症的百分之 失智是40 癌症是60 這個是總體來講是70 這個是這樣 這個不必記 那這個也不要說 我只是要給你看說 那當然癌症它有特殊的 比如說大腸癌要注意什麼東西 這個其實記不了 只有高醫師會記得 然後其他人都不記得 你不要管它 就前面這個幾項抓大不抓小 沒辦法 那改善健康差距是第三個目標 我稍微看一下時間 現在是52 所以還有時間 第三項 這個是很清楚的 就是說 剛剛那張裡面 最後面就是很可憐的花蓮 然後再來台東 然後再來原住民 原住民72歲 離總庭今81歲還差9歲 本來差10歲 現在有進步1歲 但是到底是我們沒有給他健保嗎 沒有喔 他55歲就免費得到健保 所有原住民 沒有意願 其實我跟高醫師講說 我們那秀林旁邊有新城 這個再下來是什麼 都在都市旁邊 那個就是堅食武豐 下來就是竹東 竹東再下來就是新竹 他拿著健保卡照樣可以去看病 所以他差距就是基因 原住民也有些基因 也沒有幾個 就是那個尿酸 或是那個心血管 心血管那個 Colesterol 那幾個 射精因素當然是 連家媽祖會比較 他們很多是公務員 退休了還有年重 這個叫什麼 退休金 醫療保健沒有比原住民好 他就是沒醫療啊 金門也只有一個屬立金門醫院 也十幾萬人 他們有時候偷偷跑到廈門去看病 結果發現廈門也沒有比我們的屬立醫院好到哪裡去 結果只好回到台灣 最主要差距其實是在預防醫學跟健康行為 這不是靠健保醫療 如果這樣講 那高醫師 你的學生以後要教他這個 先把預防做好 另外一個就是說 其實是pre-mature death 意思就是說 我們都說 英年早逝嘛 我界定就是說 79歲以前死亡 好像就很不應該 不應該這麼早就過世 那可以預防可以治療的疾病 應該不要發生 那哪些呢 慢性病比較難嘛 慢性病就很多 但是這種傳染病 護幼衛生 事故傷害 這個都是可以預防的 這是世界衛生的分類 它就分成NCD CMMN NCD在這裡 它分三類 那 最難處理當然是慢性病嘛 因為它是一種社會病 是一種行為病 不是醫療 不是醫療 那前面這兩個其實是醫療 就是 是護幼衛生啊傳染病啊 那事故傷害也不是醫療 這是社會行為 都是行為為主的 那我們看一下 那哪些最容易變成Primacial death 一個是自殺 所以我在衛生署的時候 隨時成立那個叫心理衛生師 結果後來牙醫師就很不滿意 他就硬把他擠進來 所以他就叫心理衛生及口腔衛生師 其實這個 這個是 都是年輕人很多 這個需要處理的 第二個是世故傷害 49歲 這個是40歲 中位數 然後男性的口腔癌 女性的口腔癌就比較晚 可能他吃的量沒那麼多 你看口腔癌 口腔癌現在有在進步 有在往後延 吃檳榔的人也在減少 沒有做過任何公共衛生的 都是醫師 牙醫師跟 應該是胸 不是 耳鼻喉科醫師 看病的時候跟病人講說 你不要再吃了 你那個已經白斑出了 差不多十年五年就病了癌症 就沒有了 這個就有幫忙 口腔癌 乳癌我們有在做篩檢 有在進步 十道癌 這個越來就越老 十道癌 肝癌 肝炎 肝硬化跟肝癌 都在進步 這個比較舊的資料 這個真的要佩服徐君川 他應該拿醫療奉獻獎 不是我 他好像有得 他那個好心肝有得 然後這個癌王 然後這個 我記得我們公衛的這個 那個李應元 就是我的老師成功 六十幾歲 也是遺障癌 公衛的公衛之父 那肺癌這個是新發生的 糖尿病 後來的就越來越老 那個腦中風 心肌梗塞什麼 那至少前面這些 是可以預防可以做的 我講個故事 你一定會記得 我在全民健保 開辦的第二年 那時候推66年 不是86年 剛好推安全帽 沒有戴安全帽 開始要罰款還是怎麼樣 7月1號實施 我是健保 然後到7月31號 我馬上叫他們調資料出來 那個因為車禍 因為頭部外商死掉的 因為頭部外商去開刀的數字 那個死掉的少了100個 那就是一年少120個 那個開刀的 那費用 一年少10億 是一年少10億 還一個月少10億 我忘掉了 一年一年少10億 立竿建營 就7月1號實施 到健保一個月以後馬上調資料 那這個就要佩服我 我能把健保所有資料都資訊化 我花兩年的時間把那個 那時候公 應該是支支什麼會 支策會 支策會有來幫忙 那個叫一個公司叫加通 還是什麼 忘掉了什麼通 加通 加什麼 來幫忙建立那個資料庫 那我買了 我說一定要買這個資料庫 那個實驗長不知道記得不記得 那時候一個Disk Array 兩個Giga 這樣一個這樣子 這麼大的 32個Disk 一個2Giga 所以64個Giga 我花了3億已經買 現在一個64Giga的東西 可能不到1000塊吧 那時候花3億 我說燙啦 趕快啦 這資料無價之保 這個才可以做出這些 這些所有的統計資料 那最後一個就是延遲衰老 避免失能 這個大家都忽略 這個是很重要 年輕人都不在乎 就是老年人50歲以後就會知道說 你剩一支嘴而已 一直都在衰退 那個蘋果第一天是這樣 第10天是這樣 第20天 好像是天然一定會這樣 不一定嗎 你把它放冰箱看看 也說不定就延一倍了 你需要保養嘛 需要去處理 所以衰老不是必然的 是可以 它會發生的 但是是可以Delay的 那什麼時候都會開始發生 大概在70歲 75歲 80歲 以後你就會發現說 那個病不重要 我現在走不動了 我現在骨折了 我就要做倫理 那時候才發現說 早知道我得心肌梗塞 我死了就算了 我早知道得癌症 我就死了就算了 那個動彈不得要怎麼辦 衰老 所以要記得 疾病跟衰老都會造成 失能臥床死亡 不是只有疾病 我們不能只防疾病 衰老比疾病還要容易預防 容易延遲不是預防 容易Delay它衰老 當然這個是一定都會 只是你自己不覺得而已 我現在都覺得 我好像要早一點吃飯 我如果七點八點來吃飯 我十點都睡不著 因為還沒消化完 人數消化功能會慢 腦子記憶力會不好 思考平衡 這個理所當然 內昏迷自主神經 眼睛聽力嗅覺 但是有些其實是無關緊要的 心肺功能不好 不好就慢慢走 不會死不會影響到 這個都讓它慢慢退化 其實也很難練 不曉得要怎麼練 心肺功能可以練 肝功能不知道怎麼練 練喝酒 喝酒只會把肝功能搞掉 沒辦法練 消化也是 我現在只好吃完飯就去散步 早一點吃 那這樣就解決了 好 這個是另外一個重要的 就是平衡 肌力 柔軟度 肌耐力 癮潔度 這個都是運動的 這個也都是會下降 結果下降最快的是平衡 所以常常跌倒 老年人常常會跌倒 在浴室沒有握拔 結果都是肥皂水 就跌倒 就摔傷了 多的是 在床上要起來尿尿 因為有攝護腺的問題 要起來尿尿就 就跌倒了 就是肌力 然後平衡 這些全部都會退化 退化 其實衰老理論很多 就霸霸這種 DNA Expression 就是DNA做出來的那個 Expression 做得不好 那個 染色體旁邊有一個端 這個很多理論 然後就七八種 蛋白穩定 這個其實跟那個Alzheimer 那個理論 就是那個什麼蛋白的累積在腦部 那細胞 細胞就不被我們的 Mucrofile 或是T cell把它吃掉 各種理論都有 Microcontin 那個能源 我們細胞裡面的立腺體是能源 能源沒辦法用 新陳代謝 我們高醫師是擅長幹細胞 我現在幹細胞其實不會去抽 我要儲存幹細胞 因為 那抽了半天 我只有一百萬個 只抽到一百萬個 那年輕人可能一抽 就有兩三百萬個 換句話說 老了 幹細胞就會減少 或是它的功能就比較慢 修復就比較慢 再生也比較慢 傳導物質 不過這些理論講了半天 都是理論 沒有辦法解決 就是沒有辦法解決 那可以解決的是 可以解決的是這個 這張其實跟剛剛一樣 就是不是只有疾病會造成死亡 殘疾 失能 臥蟲 衰老照樣會 而且是70歲 75歲 80歲 以後就變成衰老為主疾病 說不定是解放 疾病就一了百了 就不會那麼痛苦 那這個是可以解決的 激少症衰老 老年症候群裡面的激少症 那激少症當然就是 肌肉量不足 肌力不足 走路慢 活動力低 這是可以訓練的 即使你到75歲 我就認識一個跑馬拉松的 70歲開始跑 他跑到現在還在跑馬拉松 而且就跑六大馬 你們不知道聽過沒有 六大馬 那個全世界的 70歲才開始跑 跑倫敦 波士頓 芝加哥這些 所以這個是可以練的 那另外就是幾個 factor 就是肌肉 那不要脂肪 那這個骨髓 骨質疏鬆的問題 它常常是骨折的主要原因 那關節 特別是膝關節 它的關節 或是脊椎的關節問題 那人喔 有的人到80歲 90歲 我們記得好伯春到99歲 都還在游泳 對不對 那有的人60歲以後 就開始做輪椅 那一差可以差到40年 20年 30年啊 就是看你有沒有去 經常性的維持 那所以年輕人 很多學生 我還是建議 你至少要養成一個 outdoor的習慣 就是認為什麼都可以 就是踢足球 打籃球 慢跑 騎腳踏車 什麼都可以 但是這個人要終身 要 年輕就要學習 我年輕的時候只會爬山 那後來就開始學 學慢跑 學騎腳踏車 學學游泳 學會行鮮 慢慢去玩 但是你至少要有一個basic 讓你能夠終身 enjoy它的 它運動不是在吃藥 不是運動處方 我就很討厭這個運動處方 我就沒辦法處個過方 就是我在享受我的生活 你在享受你的運動 你喜歡你再去做 那它保養可以差距到至少20年30年 甚至40年都有可能 它那個差距 那原因就是肌肉 沒有 抱歉 這個肌肉是下一張 就是運動它除了 剛剛說減重什麼10萬公斤 一個人減2公斤 其實減重是 精神飲食比較容易減重 但是它只能讓你體重適中 或是新陳代謝比較好 但是它沒有辦法 它沒有辦法取代運動造成的 心肺功能 肌肉量 那骨質疏鬆 減少骨質疏鬆 或是保護關節 肌肉在保護關節 下一張大概就講了 心理健康 那個我們建門 他就是請一個老師來講 就是改造 就是什麼 運動改造大腦 他是講說運動其實是 最好的解憂鬱 解情緒的方法 改造大腦 所以不能只靠 什麼168斷食 什麼這些 你必須要平衡 但是從減重來看 它佔7成 它佔3成 但是從健康來看 它比較重要 它7成這個3成 你要從體重 那體重其實也不是那麼重要 重要的是你的值 而不是那個體重那個數字 為什麼說要有肌肉 你要運動嘛 要走炮跳 就寫一個騎 騎車 自行車 它保護你的關節 那特別是背部 還有這頸部 這裡肌肉就是在保護你的頸椎 這後面這兩條肌肉 就是在保護你的腰椎 那最容易受傷的 就是要醉跟頸椎 最容易長 骨關節炎不知道 骨刺 大部分人都講骨刺 骨關節炎 就是肌肉 那保護你的關節 軟骨韌帶 增加心肺儲存能量 那肌肉裡面就是 就那麼多的雞糖 那個立腺體 肌肉裡面就是一大堆 就有運動的 那儲存能量 抗胰島素 比較不會有糖尿病 那這個也不要看啦 我只是跟你講說 有一個壞蛋就叫脂肪細胞 它產生這種什麼脂肪酸啊 什麼脂肪素 脂肪素聽起來就沒有一個好東西 是什麼壞死細胞 什麼戒白素 什麼胰島素激素 換句話說 那個脂肪細胞其實是造成 細胞老化 細胞癌變 細胞糖化的原因 很重要的原因 所以要沒有脂肪 要運動的目標 就是增加肌肉減少脂肪 就是那你如果肌肉不增加 那也好啦也沒關係 你至少把脂肪把它去掉 你千萬不要說我減重 然後把脂肪也減掉 把你的肌肉也減掉 那就不要減重 你還是保有你原來的肌肉 胖就胖 你看那個相撲的選手 可以把200公斤的對手這樣舉起來 他好胖啊 一堆都是脂肪啊 但是他有肌肉啊 他用肌肉去對抗那些脂肪 所以記得就是 就是你運動的目的 不是在減重 是在增加肌肉減少脂肪 這樣很容易記嘛 很容易懂 那最後就是 最怕的就是失能跟臥床 那這個太亂了 那我有把它整理 就是台灣有資料 但是沒有連續的資料 那所以在看這個 連續的資料 這個失能 而且是重度失能 最主要的原因 原來是中風 那中風就越來越少 我的年輕的時候 常常看到50幾歲 就這樣在走路的 多的是啊 不是小孩麻痹喔 是中風 那現在已經很少 比較少啦 沒有到鄉下還是很多 這就是健康不平等 不健康 那第二個 一直增加的就是獅子 這紅的好像就是獅子 然後再來 連腦衰弱 衰弱剛剛已經講過 衰弱造成關節疾病 但不一定啊 有些關節疾病是 剛剛講沒有肌肉保護你的膝蓋 沒有肌肉保護你的頸椎 保護你的腰椎造成的關節疾病 那骨鬆就造成跌倒骨折 這是日本的原因 日本它有趨勢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失智是一直在增加 台灣其實一樣 台灣有一年的資料 但我沒有看過有學者 我真的要叫陳亮公 那個老人醫學的 叫他做一個這個表 就是說到底什麼是造成 我們臥床失能的原因 這個要避免 那這五個其實都可以預防的 都可以避免的 腦血管疾病當然主要是高血壓 那這高明健醫師他說 另外兩個馬上可以做的 一個就是做一個心電圖 就知道不診脈 不診脈常常就是 Alysmia 常常是造成腦部中風的原因 第二個是頸動脈硬化 你如果這裡硬化 裡面一定硬化嘛 那就知道說你是高危險群 你要做哪些 那當然要做哪些 當然這個就要醫療 失智我們一般來講 就是運動動腦跟互動 這個你一定聽過 但實際上世界衛生組織 它的介紹裡面 其實是就是說 有證明有效的是運動 它造成那些腦的傳導因質的增加 主要是Dopamine serotonin 還有一個是什麼 我有十字症 忘掉了 那它有12項Factor 其實跟剛剛講的預防疾病 跟預防癌症 是幾乎都一模一樣 只有後面這兩個 就Social Networking 這個動腦是不一樣的 其他都跟那個都一樣 就三高 肥胖 運動 飲食均衡 這個都一樣 沒有米肝西肝 沒有這個 就是幾乎都一模一樣 那骨折這個滑倒 這個其實也是 也是會斷掉是因為骨鬆 會滑倒沒有力氣沒有平衡 是因為肌力 這些都可以改善的 那所以你不要想說 我都是來吃藥 就吃D3 吃這個 吃這個什麼 其實還是靠你自己 就自己去運動 它會刺激你的造骨細胞 造骨細胞自然就會 那些APEC那些鈣質 你補鈣 我常常跟聽眾講說 你補鈣等於一個油箱 你破了一個洞 你就我就來加油加油加油 拜託你先把那個油箱把它堵住 這個才是辦法 就是你能夠吸收 能夠減少它的流失比較重要 你不能一直添那些什麼D3 那個當然有用 只是你要加到什麼時候 那個油箱才會滿 好啦大概健檢 這個其實是三項裡面 也容易做的 但是大家比較 你去健康檢查 我會發最少也要一萬五 那有些到五六萬十萬都有 那很多 很多沒有給你做這個癌症篩檢 這個體能的測驗 你不知道你的肌力 你的體能 我覺得這個 這是醫師的盲點 就是醫師不認為衰弱或是骨鬆 只有骨鬆只有新陳代謝科的醫師 比較在乎 但這不好 它其實是一套的 它只給你做各種什麼 這一顆眼科牙科什麼什麼 迪呼鴿 到處去跑 結果很重要的就是 沒有弄到 那走路這個我想大家 肌肉有七層是在腳這邊 但是其實其他的雖然少 但是也很重要 因為保護你的肩膀 保護你的關節 保護你的腰椎 篩檢 這個是第一個 前面健保的時候就做子宮頸癌 子宮頸癌到現在已經檢了大概七層 還是有 子宮頸癌 後來 口腔 乳癌 大腸癌 大腸癌不是做大腸鏡 是做前血 這個時候政府出的 都是健保 不 都是 後來把它移到 移到那個淵 淵圈裡面 淵圈從十塊調到二十塊 那時候 後來二十塊就調到四十塊 都去做長照 其實十塊調到二十塊 然後我又把那個分配九層 弄到公共衛生 弄到預防上面 那讓他有錢可以做這個篩檢 這個是政府出的 但是政府不出的 就是前血還是會有一些 沒有錢你就做前血 有錢你最好還是做大腸鏡 就是做 我大概之前有連續兩年三年 連續兩個兩年都做 有息肉拿掉 後來發現就不長了 我以後就變成三年五年再做 可能要三年做一次比較好 那也不貴 我有一次去慈濟 我說我不要麻醉 我就看你痛到直腸 他說醫師你好厲害 你怎麼別人都痛得要死 你怎麼都不會痛 我說你把氣打慢一點 打無痛 那個至少要好像三四千塊 有一個 那慧憲萊 是我覺得 我媽媽也在慧憲萊的故事 我的朋友 爬山的朋友 五十幾歲 很多 我就說 我就覺得很氣這個政府 這個PM2.5 我想那個乾淨的煤 這樣騙人總是不好 用這個PM2.5 18% 18% 19% 所以抽菸萊的那種 上皮細胞癌一直在減少 但是相對的慧憲萊 特別是女性 本來沒有 現在女性一直在增加 那慧癌的死亡 到目前來 男女都是佔首位 特別是女性也是首位 女性又不抽菸 女性抽菸的只有5% 那男性大概三十幾分 所以加起來就變成18% 那很倒楣 就是抽菸人口一直減少 但是慧癌一直在增 死亡一直在增加 那當然跟基因有點關係 那主要還是PM2.5 這個二手菸啊 這個油菸啊 什麼什麼 二手菸在減少嘛 油菸以前就有啊 燒烤香火 這以前就有啊 又不是新的 新的就是PM2.5 所以台大有 楊畔執育校長 他有去領導一個團隊 也跟 是中研鏈還是誰做的 就是去做了一萬多個人 去篩這個 用這個低劑量的電腦斷層去篩 有3%是陽性的 那當然不是每個都需要處理 有些在觀察 因為很小很小 再看個一年 就是再追蹤就好 那我知道的是副總統 我在當秘書長 那時候是肖萬長 他就去做心臟的時候 不小心發現說 又會癌 就切掉 還好 就是早期的 那陳建仁 還有很多人就是 都是不小心去發現的 那也有治療 那所以現在是 該當然是說 先生如果有抽菸 你有二手菸 那如果是女性 就是家族有 有 或是以前 已經戒菸了 在15年內 還是幾十年內 我忘掉了 他有一個概念 最好還是做 就是 Rodos CT 那他每一次 以我的了解是 大概五六張 X光片那樣子的DOS 大概吧 Rodos CT 現在越做越低 那馬祖 我當署長的時候 我送他一台 2567的CT 那他們病人很少 他就說 全省 所有六十五歲的人都來做一次 那六十五歲做完 五十五歲的全部來做 做到五十歲 那後來說 六十歲的再來重新做一次 三年了 你再做一次 那許君川都去幫他做甘癌 那請人家去做胃癌 胃癥 還有大腸癥 就是因為這樣子 就是做各種的檢查 發現早期的癌症 能夠治療 這個就是為什麼 我們所謂 醫療品質比較低 三十四名的主要原因 你沒有辦法 access 那些最基本的 預防檢查跟篩檢 那我自己 這個你們大概不必做 我因為要爬高山 帶一個血氧機 好像不夠 我怕有這個 跑到哪去了 跑太快 不對這個是最後了 這個 就是因為爬山 所以我怕有這個 大概不會是AV啦 怕有腦血管 我有高血壓 一直在吃藥 那去做這個MRI 心血管 我想還是做 那個膽固醇有點高 這個是要自費 其實也沒有 我大概兩三三年 三年才做一次 看指數 如果兼費許可 按年紀大了 還是做很多 不必一直做 但是一碗保健還是有極限 就是 這是目標 讓你長壽 但是醫藥 就是他能夠做一部分 就做七層 六層 四層 你可以避免到 不幸的 那你就避免 那該來的還是會來 我就是高醫師的病人 我去做電療 那後來電療跟那個 跟墨西流那個叫標靶 過五年以後 我還是relapse 但這個不是在治療 這個是在抽我的幹細胞 跟T細胞 萬一再發生 那時候就要做 可能一個是免疫治療 一個可能是移植 骨髓移植 但是一百萬顆好像不太夠 我的幹細胞已經老了 還是會發生 就是說你盡量避免 該避免的避免 避免不了的就靠醫師 靠醫療 有什麼辦法 大部分的錢都健保在付 那有一部分錢是 我有買商業保險 那個標靶好像是商業保險 在付 那我後來就看 我為什麼會得08 就年紀大了 什麼免疫怎麼樣 化學負資 就沒得預防 就是所有的預防 不知道怎麼預防 無關 所以只能抓大放小 萬一發生了就看病 沒辦法 那我自己取許 這也是最後的 就是說做一個一流老人 我不是上流老人 不是很有錢的老人 我要有活力有健康 但是退而求其次 不要臥床 不要依賴的人 依賴我兒子 我三個兒子 我都不想靠他們 靠我自己 靠我太太就好 那就是你看 健康 萬一有疾病也可以治療 就不要再衰老 不要一直走到失能 過床那個階段 所以這個可以 可以自己想辦法的 那有多少錢 用多少錢 我在自學 張善政的隔壁 弄農田 我在種養雞弄田 隔壁還有一個老頭子 他領三千塊 那個不知道叫什麼救濟金 我看一個月他就用那三千塊在過火 他沒水沒電 他就用那個 有電來 他都不敢開 三千塊也可以過 我怎麼樣都比他窮 比他有錢幾十倍 基本的這個 有人陪伴有朋友 有社會網絡 這個都很重要 最後其實有一點 就是大家比較想不開的 就是你的生命 抱歉 我希望我活到85歲 都還是這樣子 能夠跑跑跳跳 我不想臥床 不想變成失能 那就是盡量 就是剛剛已經講過 我不想這樣子過 過這樣子的 當然萬一得到這樣病 那也沒辦法 但是盡量你可以想 Do your best 避免這樣子 失能到臥床那樣地步 那追求 最後啦 你一生還是要追求一個圓滿的生命 就是健康、事業、家庭、生活、心靈自由 就是別的演講再講 那最後是所謂善終 那善終我有寫一篇文章 叫做 如果我沒有辦法醒來 不要串通醫師 來叫什麼 名詞我 就是你不要被痛苦折磨 你要美麗、帥氣地歡喜、告別 你追求人生的圓滿 你的生命有價值 生命有尊嚴就好 我50歲、60歲、70歲、80歲、90歲 都一樣啦 你去追求一個圓滿的生活 最後一章 就是你自己有一個善終的權利 你自己 這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不是醫師來決定的 所以我才說不要 我兒子 你不要亂搞 不要找高醫師來把我寧死 這是 這個是最後一章 就是 你講的這些 我常聽健康講座 都是在講肝病 講這個骨鬆 這個怎麼治療 心臟病怎麼治療 那這樣綜合起來 你還是一個生命 最主要就是說 你要一個完整的看法 抓大不抓小 我知道你永遠記不完 你醫師也記不完 不要說一般的人 那就是三項 因為我剛剛講 十項你記三項 就三項而已 就好好保重自己 那你助理活到85歲 都還能嘴敢跑跳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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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益金山理事長 今天精采的演講 那我們現在是QA時間 我們開放現場的觀眾發問 我碰到賽還是 兩個會干擾 好像是 我關掉好了 我用麥克 我用麥克 喂 那個 在哪裡 那 署長你好 我是那個這邊 好 這邊是 我是新華大學科管院第一屆 健康政策與經營管理 第一屆硕士班的學生這樣 畢業了沒有 聽說還沒畢業 哈哈哈哈 我們是再者轉版 那 首先謝謝署長 今天帶給我們精采的演講 讓我們知道 疫情的一些 概念 跟一些 關於健康長壽的一些 內容這樣子 那其實我自己也是個醫師這樣子 那其實都知道署長在 在任內 做了很多貢獻 尤其是流行病學與公衛學這樣子 那跟大家補充一下 其實 署長在當任 學藝基金會的時候 其實也對我們捐血系統 做了很大的貢獻 讓當時的 台灣的捐血的率也是世界第一這樣子 所以 其實老師都不會講這件事情這樣 對 所以其實老師對我們的貢獻其實蠻多的這樣子 那因為我們是 健康政策與經營管理這樣子 那我想問老師一個問題就是 其實健保就是我們過去二十幾年 台灣醫界最重要的政策這樣子 它影響了許多層面這樣子 那 我聽過老師的演講 老師當初 在創立這個健保制度的時候 是希望 每位台灣人在生病的時候 不用為了醫藥費而煩惱 都有醫生可以看 那事實上這也達到 老師當時創立的目的 可是近幾年來 其實健保政策也是有它的副作用 例如健保破產的新聞也是層出不窮這樣子 那我想請問老師 老師身為當初的一個首任總經理 那你會怎麼看說 健保制度未來有可能怎麼樣改革 而且它會如何影響我們台灣的 生技的產業或者是我們的醫院管理的一個 影響會是如何 謝謝老師 那個 開了嗎 其實健保有一個叫總額預算 其實它扼殺了整個台灣的生技跟醫藥 那也扼殺整個醫療的成長 我們現在因為總額預算 那用GDP這樣成長 你永遠都在流跑 那科技就不要進步啦 就維持在流 你單單增加的都用來維持通膨就不夠啦 那怎麼引進新藥子引進新科技 那現在都是用結這個補這個 這樣處理 其實是錯的啦 但是政治 所有政治人物沒有人願意去調整這個費用 所以很悲哀 我自己也覺得 那個總額預算不是我搞的 我根本就反對總額預算 就是然後有一個協商機制 就是然後就是消費者代表 然後消費者都希望說不要出錢 但是政府什麼都付啊 那這個是錯誤的 不曉得誰能夠去改變這個東西 那同樣的韓國現在是已經8、9%的GDP用在醫療 那日本很早 日本因為年齡老化 錢花在醫療或是花在醫房保健 是一種投資不是一種消費 但是我們現在就鎖定6% 這是醫界自己叫做自己緊縮自己的 那這不是我造成的 我每次都反對這個 你這樣子都不成長 我們醫療要怎麼成長 那健保的黃金時代其實是1995之後的15年 到2005最好 就看那個數字 2005是10年 那2005到2010還可以 那之後就嚴重的走下坡 從2010到現在就 那這個是 我現在是民眾 我管不了那麼多 救不了 我自身很保 我現在都靠健保 但是還是要買商業保險啊 因為有些高科技的醫療 現在就只好靠商業保險 那未來就會變成兩層化的醫療 就第一層就是健保 我就保這個叫做basic care 那第二層就是best possible 你有錢你就 你要上太空然後花幾十億 然後可以治療一個病再回來 那個你自己出錢 拜託抱歉 大概有可能會變成這樣子 我自己是認為無解 就是要有一個願意做犧牲的部長 但是我看陳時中是不會 抱歉 我不知道你在哪一個醫院 你完全說出我們醫界的心聲 所以謝謝老師替我們解惑 那其實這個趨勢我們也看得出來這樣子 可是就是像老師講的 就是沒有一個改革家出來 跳出來躺這個渾水這樣子 那如果在場有聽到的話 大家還是要記得買商業保險 那商業保險到底不是解決之道 你還是要隨著時代進步要多 一些比較popular的科技還是要給付 那不要變成兩層式的 我們都做商務艙 你就一般民眾就做經濟艙 不好嘛 以前做商務艙的人 很少啊 現在就變成越來越多人需要靠商務艙 那不行啦 這個制度還是要改這樣 來 這位 對 那你那時候是長官 對啊 我還是覺得就是要跟你說謝謝 因為那時候很多醫師不敢進和平 對 很亂 但是你是第一個進去的 所以後來那我們也敢到第一線 那我想問一個問題 因為我是一個OCA 第一年是家裡照顧 因為我媽不是智 到處更一身軌 那因為我有一個呼吸中止的問題 我是最近幾年比較會講話 但是我一直很想要 當然很多記憶一直在對台灣恢復 然後我也跑海內外 那除了綠島跟馬祖沒過去之外 我其他都走遍了 那我有一個問題很想要問是 我覺得我對我的國家重新恢復記憶很奇怪 非常的奇怪 因為我是腦部重創的 就是現在的人很不快樂 那因為我有兩年是在台大 跟所有的醫生 就是臨床去陪伴 從一個人出生到臨終 我發現很好玩 就大家在講求生活上怎麼樣 幫助這個身體可以延遲 但是我發現每個人 尤其做臨終關懷的時候 他死的跡象都不一樣 很快樂也有很快樂的跡象 就像貝比一樣慢足的走 可是大部分的人 這是我發現的 就是不論是在地震的現場 或者是各方面 我發現快樂是可以讓一個人真正善終 大部分的人是沒有預備這個身體要放下 所以我今天 這個是我特別從台北跑來 就是我很想要問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國家怎麼在教育普及以後 可以不用這麼痛苦的活著 因為現在連小朋友 我現在做 我已經跳到醫院了 我用徒步環島發現 我們的國家很不快樂 真的很不快樂 對 所以 那我覺得有點可惜 教育很普及 比我媽媽那個一代 對 這是我想問的一個問題 怎麼樣真正的快樂三種 不過 這是 還是 你自己可以 我 我 我那個 淋巴仔 relapse 然後 那個 他的徒弟 就跟我講說 這個 這個 論文你去看看 我看 完全恢復30% 那個 部分恢復30% 沒效40% 怎麼會這樣 真的 我還是很樂觀的去對付這個疾病 我自己認為說 淋巴就是那個30% 那個只是百分比 我就是30%裡面之一 然後我們李仁智跟我講 李教授 我說 這個看起來 這就好像轉移 我說 沒有了 我都沒有感覺 那不是 那是感染 我們那個胸腔科的大老 所以要靠自己 你自己要有信心 你剛剛講到SARS嗎 SARS是很危險 現在這個疾病 但是你如果從 你如果能夠去整體來看它 它會過去的 就是說現在的 它三個月 五個月 它就會過去 那你有辦法去克服的 就是 那就不會那麼怕 就不會 那你無知的時候 不知道的時候 你就一直在 害怕不能解決問題 擔心不能解決問題 不快樂不能解決問題 你可以快快樂樂的 我剛剛講說 我隔壁那 三千塊都可以過一個快樂的生活 它就 水是吸水 那個山水 電是 它只留一個小燈 它用柴燒火煮飯 我常常送米給它 因為我們那個玉璃醫院 常常有米 我就趕快送給它 它這樣過得很快樂 所以這個還是你自己 心理上 我們國家很多困難 但是比我們國家更困難的 多的是 大家都以為韓國都好 韓國 地域韓國 地域朝鮮 你們聽過嗎 日本都好 日本現在快被我們追過去了 我們叫什麼不平均 人口 那個經濟 in equality 就是經濟貧富差距 他們比我們更慘 我們應該還可以 可以想辦法去解決 這貧富差距的問題 人口老化的問題 或是小孩減少的問題 那這是 你們不是政策所嗎 或是行政策 這個應該提出一些政策 去解決未來的人 去解決這些問題嗎 就是還是要正確 要有樂觀 要熱心你自己的工作 我只是好奇說 是因為車禍 我們國家 在我看起來認識 我覺得現代的人 還是有很多人可以解決 要 我在生病的時候 我看我是最快樂的病人 就是你自己樂觀 自己 其實情境是自己打造的 就是自己想辦法去克服這些困難 才能夠解決那個國家的問題 不以後會製造大家快樂嗎 這要問陳時中 拜託我 我這個小明 沒有辦法回到 還沒有疑問 來這位 這位 穿紅衣服 有兩位 抱歉 好 我想問一個問題 就是早期SARS 它的傳播途徑是 是揮墨嗎 然後最近我看新冠病毒 早期WTO不承認 是氣溶膠傳播 然後後來日本老巷政府也承認 最近這個Omicron可能是透過氣溶膠的傳播 那兩種的傳播途徑 所以感染力會非常強 那我想問的是 剛剛你有提到那個P2.5 那假如我們吸入很多的髒空氣 當然新冠病毒吸菌也是一種髒空氣 那會不會造成我們 身體裡面的ACE2的這個感受細胞 會越來越多 所以說那跟新冠病毒 雞蛋白的結合力就會越來越 越容易被感染 那假如我們我們的防染途徑 比方說第一道是呼吸道 那疫苗可能是在打我們的T細胞免疫 是在第四道防護線 那我們好像都沒有教民眾如何保護 上呼吸道或者是喉嚨 就好像好像沒有讀過孫子兵法一樣 兩軍交戰是要擋在清兵入關的時候 現在要擋在那個山海關 而不是北京城 所以我們現在一直在做後面的醫療的行為 那就變成資源 會不會資源跟能力 有點耗到不是守著前面的重症 那剛剛預估會有好幾百萬 那醫療的能量會崩潰 那民間的力量要如何備好另外一個場所 可以凝補那個醫療能量的那個限制 我是這樣認為 不曉得 約束王是如何看待這件事情 先講醫療能量 我認為還是疫苗 它至少可以減少八成九成的中重病 那你再等於蓋八倍十倍的醫院出來 那你不打疫苗然後又希望說能夠被治療 我覺得這是矛盾的啊 這個是最主要就是 你勸你周遭的人沒有去打的 拜託你們去打 不要去佔用別人的醫療資源 那那個 它是氣溶膠沒錯啦 但是它主要還是揮沫 氣溶膠也會 那你可以漱口啊 就跟你洗手或是 我們現在是戴口罩洗手對不對 那一樣啊 你回到家你也可以用鹽水啊 就用清水 用漱口水 漱口其實就可以把 但是它不是主要的 那個氣溶膠不是主要傳染途徑 主要傳染途徑還是直接的揮沫 它會氣溶膠並不表示都是氣溶膠傳染的 那SARS是因為病毒本身 病毒的特性不一樣 SARS它太強了 強到沒有宿主 那現在這個是太弱 弱到每個人都會得 那就用不同的方法 疫苗可以解決 並沒有資源的浪費啊 疫苗花的錢並不多 是到時候你那個重症 ICU那些花的錢是更多 那你要蓋多少ICU 蓋多少急診來處理這些重症 永遠應付不了啊 拜託你如果相信我講的 你就勸你們家隔壁的囉 趕快去打疫苗把它打滿打好 它副作用只有 老人比較多 老人可能十萬分之幾萬分之幾 但是老人的死亡 你不打疫苗是十分之一 十分之一跟萬分之一 那哪一個比較重 重症一樣啊 重症就是你萬分之一跟十分之一 那怎麼比 那十分之一是80歲以上喔 90歲那更高 所以我認為疫苗是solution 不是浪費資源 沒有浪費 那自己洗手 戴口罩 你要漱口洗澡 我像我 因為我在看孫子 抱歉喔 就是在台北看我的孫子 我兒子不在的時候 我必須要回去看孫子 那我回家我都會換衣服洗澡 然後再去抱孫子嘛 我怕我孫子也沒有疫苗 所以 Personal Protection裡面也包括這些 包括你講的 漱口或是全身的 就像洗澡換衣服洗手戴口罩這些 好像隔壁還有一位 最後一個問題好不好 沒有 現在 現在50分 感謝 感謝給我一個問問題的機會 署長請教一下 其實我在場有蠻多醫事的 那 剛剛也提到一個預防醫學 的一些蠻重要 當然保持自己的身體 在平常的一些檢查裡面 去找到一些可能的因子去降低 那只是這裡面在 有一個經驗也分享一下 我內人本身 頸動脈 某一個原因 耳鳴之後檢查出來頸動脈 所以開始要吃跑酸通 那為什麼會有頸動脈 會玻璃的問題 不知道 然後繼續查到抗凝脂異常 所以要吃抗凝脂的一些免疫性的藥 然後再繼續往下追 就會追了一堆 遇到A症狀吃A的藥 再往下追追到B症狀再吃B的藥C 所以他現在可能一次要吃三四種藥 那我回過頭也在跟我老婆兩個人 我內人在討論說實際上 這樣再下去好像不是辦法 因為整體的根源來看 好像還是找不到 到底源頭在哪裡 然後呢可是已經吃的事物重要了 那所以在我們現有資源裡面 我不知道有沒有醫生 或是書長這邊可以分享 可不可以用一個整體性的 個人的身體的醫學的整體性的角度來看 到底某一些這些症狀 它是根源還是只是症狀 那應該用什麼方式去整合性的治療 而不是單一性症狀的治療 那這個一般人有什麼樣的管道 可以去把這樣的東西整合 再去找到一個比較好的遺度症 抱歉我不是臨床醫師 然後很難回答這樣的問題 不過基本上你的概念是對的 跟我講的我是一個人 是一個整體 你不要是說我碰到這個 同一個病喔 我同一個病 我去找氣喘科醫師 氣喘說你是氣喘 我找嘉義科醫師 他說我是感染 我在一直咳嗽嘛 然後找 最後是那個 叫什麼醫師我想想看 我們嘉義科有一個教授 他就跟我講說 他就跟我講說 你最好回去找你的腫瘤科醫師 他是一個嘉義科的教授 他比較有整體的概念 他是說 你可能是 他的病因可能是癌症 而不是這些你表象的咳嗽 什麼這些 我自己也那時候也感覺是說 我一直找不同的醫師 耳皮瘤科醫師 嘉義科什麼 他就 我也跟他講說症狀是這樣子 轉轉轉 最後我們嘉義科那個教授 不知道叫什麼名字 我都忘掉了 不是啊 沒關係 他叫我說 你回去找高醫師 我說高醫師不在 找他獨地 他看到我的檢驗報告 他說 Alcinophil 30% 你互發 他只看到那個報告 要整體來看一個問題 不能只說 就你症狀來治療症狀 我非常同意啊 問題是 我也不是臨床醫師 我也不知道你的問題可以怎麼解決 我學的就是預防 我學的是整體 學的是政策跟行政 其實政策跟行政其實蠻重要的 就是你抓頭不要去抓尾 你每天都在報 今天一萬例 明天八千例 後天五千例 我說聽不到 到底我們要怎麼樣 這個比較重要啊 就是我們要走到哪裡去 要怎麼樣 跟這個是治國嗎 治國是一個病 一個病人整體 其實也是一樣 就是說我想帶你去哪裡 你醫師可能要 但是我們的訓練好像沒有這樣 我是學公共衛生 然後我在阿伯是學流行病學 學癌症流行病學 所以我對這些 我只知道病因這些 這個需要一個 我不曉得 那個醫學可能需要 有一個整合的 加醫科support是做這些的 可以吧 現在院長我們 還有沒有 最後一個吧 最後一位 書長 你口罩可以先戴著 口罩戴著 謝謝 就是說我們健保 有那麼多年的經驗 我們可以把它商品花嗎 靠健保過去的經驗 跟database來賺錢嗎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對岸COVID-19 他怎麼會搞成這樣子 心裡很大的疑問 所以 先講講大陸的COVID-19 你躲得了一時 躲不了永遠 我覺得他們 可能故意要搞垮習近平吧 你怎麼會搞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說 你這樣擋是擋不住的 但是他硬要封上海 好上海也封住了 現在要封北京 北京封住了 之前是西安 然後什麼什麼 一個一個封 另外就是他們 他們國家 那個叫什麼 就是建議說 恐怕要引進mRNA的疫苗 打第三劑 結果沒有用 就是他們就一定要國產跟科興 那你也知道 那個是漏洞百出的 就是穿透性可能超過一大半 但是他又就這樣硬幹 我不太知道 他們到底是要想把它拖過 有三種說法 一種說想把它拖過二十大 那再說 那第二種是說 那個疫苗 我們要自己研發第三 但是mRNA絕對來不及 現在就發展出來 那就有人說 那個BNT也是他們投資的 那個德國的BNT 他們那個上海復興 有投資 就引進BNT打第三劑 但是一直都沒有處理 那第三種講法是說 那個四劑是他們自己做的 還要進口到台灣 那個笨娘之良 就跟他買了一千萬劑 說全塞 就是要賣四劑 當然這個是很 很奇怪的說法 就是為了賣四劑 其實是全市在封 那什麼原因不知道 我也不是共產黨 也不是他們在思考的程度 如果是我 趕快打第三劑 就是 你擋不住的 那 就只能這樣子 那 第一個問題 我的健忘鏡就忘掉了 健保 你想 在座有沒有人建議 就是健保商品化呢 健保的上層 您問候我意思 就是我們在健保上 有那麼多年的經驗 怎麼把這些經驗 然後商品化輸到 其他國家或怎麼樣 那 就是 其他很多國家都來學台灣 那個健保署 以前叫健保局 就一批一批來 但是 就是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學 你知道嗎 那就是 就是 那個 菲律賓 印尼 越南 泰國做得最成功 但是不是靠台灣的方式 它是農村醫療的方式 那 它不是一個商品 它是一個 一個好像public goods 怎麼講 就是 好像 但是我們的 資料庫 健保資料庫 我剛剛有講 我花了三億就建起來了 那個 那些資料 可以提供很多的AI 或是 或是 那個 研究 然後 處理 那個治療 我比個方 譬如說 那個CT 那個 Totox CT 那就有很多點 那它 電腦判斷那個點 發展成為 癌症的概率 比人判斷的還精準 你只要一直重複 一直重複看 那類似這些 我們的image 現在也都存檔 我們的所有的 電腦的 那個電腦的 那個 連那個影片 那個film都存 那類似這樣 有人在做說 我怎麼樣用AI來判斷 那個 哪一個是癌症 哪一個是一般的 從經驗的去抓 那這些是可以賣錢的 那個軟體是可以賣錢的 那其他的例子很多啦 那個 有那醫工的人都在做這些 醫療資訊 醫療資訊工程 都在做 利用健保的資料 來做 產品 那當然可能啊 這個就 清大應該是很好的 Candidate 你們應該好好去利用 健保前兩年的資料不能用 我整理了兩年以後 大概1997以後到現在 很完整的所有的資料都在 包括 影像大概有十年了 我在署長的時候 2009到現在有十幾年 把影像都存了 那時候 那個image就很便宜了 而且最後都上到雲端 原來都自己存 最後去租Space 上雲端比較便宜 每個醫院都可以去抓 你們醫院 要去抓別的醫院的資料 都可以 只要你拿到Space就可以去抓 那這些是可以商業化的 那健保它本身是社會保險 它不能用這個來賺錢 但是要讓它來公平的利用 那健保當然不一定能夠 治好每一個人 但是每一個人有公平就醫的機會 不一定會好 但是你至少 至少 這個醫療 這個平等 我們現在 是全世界最好的之一 平等的就醫 這一點 好吧 那 謝謝 謝謝大家 因為時間關係 Q&A到告示到一個段落 那我們由我們院長 製政個禮物給我們葉青川理事長 我們掌聲再感謝葉青川理事長 謝謝 謝謝 就請理事長接受我們的獻花 那我們請各位來賓我們上臺跟理事長合影一下